民眾黨這筆爛帳怎麼辦呢 眼看現在還爆出了出走潮嗎 這是來自退黨聲明 今天是誰發出來的呢 前民眾黨黨員徐瑞希 徐瑞希這個名字可能大家比較陌生一些 他其實是民眾黨列入不分區立委名單之中 但是他今天猛爆黃珊珊的料 徐瑞希他長年以來都是比較專注在 關注移工權益這個部分 但是他就發文猛爆說 真的不想再忍黃珊珊了 黃珊珊過去呢 被他一個偶然的機會發現 曾經代理財團仲介法務助長財團剝削移工 那他原本為了顧及黨內的團結一再隱忍 也沒有把這件事情說出去 但到了最近他又發現黃珊珊主導提案立法 擠下其他的優先法案超速送進立法院 他說民眾黨他知道現在深陷入了這個帳戶的爭議 而且呢老實講 柯文哲也給了他很多的機會 但是這麼多仇案 他真的是不想再忍了 即經思考決定要退出民眾黨 以行動自清外界的妄測 對這個徐瑞希的這番談話 黃珊珊也做出了一些回應 我們來聽珊珊怎麼說 他說在此之前民眾黨提的法案包含了財化法預算法 這些的都已經提出了一讀 所以他不懂徐瑞希何謂擠下其他的優先法案 認為這是對方的誤解甚感遺憾 但是出走的不只徐瑞希 他記得嗎這個網路上小有名氣的科粉護理師 他原本幾天之前試問大家 知不知道民眾黨的退黨流程怎麼跑呢 他說他查都查不到 現在他告訴大家 已經不再是民眾黨的黨員了 並且透露整個流程跑得很快 只要四個小時 所以覺得民眾黨辦事效率挺高的啊 但是怎麼用在查帳的時候 查得亂七八糟 一塌糊塗 效率齊低呢 好多拖一天只會讓人以為 民眾黨中央那些人真的像極了飯桶 另外今天蒂卡尚還出現了這一篇爆料 是沒有庶民 不過他自稱曾經擔任民眾黨地方黨部的副主任 他說民眾黨現在的問題 恐怕不只有在黨中央內部 他說其實真的亂的都是這些地方黨部 他說他已經看夠了這些地方黨部 醜陋的嘴臉 認為民眾黨哪一天倒了 就是罪魁禍首都藏在地方黨部這些人 因為用了一群不會開車的人來掌舵 變成了失速列車 所以現在看來炮火四射 看來柯文哲過去都被說 女人堆包圍 所以躲在黨中央都不知道外界發生什麼事 不知道外面已經怒火一片 那現在地方黨部也已經好像有一些破口出來了 問題重重真的是 那許甫昨天上了節目 大家很關注到他哽咽流淚的這個部分 他說危機處理才發現還真的是危機重重處理不完 老實說現在民眾黨的形象有點回不去了 信用破產了 因為現在查的每一筆帳無論如何大家都覺得有問題 好像也不能怪別人吧 這個許甫他個人也爆出的問題 就是說那時候自己變成了大手指麻 不小心把這個便當錢按錯 直接變成了九十三萬元的便當 那他跟你講說是這個計算機按錯的問題 柯文哲說民眾黨的確受到很重的傷 那許甫認為整件事情不應該由端木正來扛啊 他說黃珊珊也必須要完整負責 他都理解 但是也替黃珊珊好像這番話就是感到有點心疼 說現在對黃珊珊來說 想必也是一種心理折磨 那許甫的這部分 現在最大的爭議圍繞在他身上 是因為有關於他的一份錄音檔流出 好像過去在內部會議有提及到 這個民眾黨他的YT的斗內金額 是不是可以流入這個木可公司 然後來提供給民眾黨的文宣部來使用 是不是一個洗錢的手段呢 但是許甫的澄清是 YT的頻道已經沒有在收斗內了 真的是如此嗎 因為民眾透過了這個 其實可以查得到 所以呢就發現在8月12號當天 那個時候整個民眾黨的查賬風暴已經爆出來了 結果在12號的當天還是有收到了19筆的斗內 言下之意就是並非許甫所稱啊 說這個斗內早就已經關起來了 所以呢看來好像真的破口蠻多的 好像每一個疑點都有各種的說法 那許甫澄清當時也只是內部的閒聊 最後那筆斗內的錢並沒有真的流進木可公司 因為當時有跟律師做一些討論 擔心觸法所以打住沒有執行 對此主席柯文哲也回應 有關木可公司的問題之後會一次的交代清楚 也強調金錢目前沒有流入私人口袋 民眾黨也一定會徹底檢討 也希望說有一個KPI制度 我跟鐵鏈還沒討論到一個很明確的 什麼叫做KPI KPI大部分的每一是獎勵 可是這個獎勵要怎麼樣 又回到剛才講的怎麼樣一致的公平性 讓大家可以更有動力往前 跟大家講一個好消息 民眾資深的那些斗內 現在在木可公司 以主席的說法是說 這個錢就是給文宣部使用 同樣的我們的獎金或許都可以重新過 斗內多少錢那就等於算給員工的獎金多少錢 但其實中間都會有一些比較複雜的落差的計算方式 所有這些有關木可的問題 我們到時候會在記者會一次交代清楚 錢都在 這個也沒有留到私人口袋 這個到時候我們會一起處理 你說這誰講的 林冠 好柯文哲現在自己也變了政治渣男嗎 因為他昨天不是透過臉書發文嗎 說要向支持者表達道歉之意 那當中有兩句話就說沒有落實好財務監督機制 而是相信自己認識50年的老同學 誰就是李文宗嘛 所以台北市議員簡書培就質疑了 這又是像之前一樣複製的模式嗎 先把責任推給了端木正之後 那現在第二個鐵絲櫃看起來就是李文宗了 我們大概仗查了 大概已經超過八成了 那因為終究還是要找會計師來簽證嘛 那我們想說 那我們大概整理的差不多 所以我想下個禮拜找個時間來 把這個事件來龍去脈 特別是針對各界疑問做個說明 這個事件一定是 不會是單一個人的錯 很多人的錯誤 這個我作為主帥 當然要負最大責任 所以不用擔心 下個禮拜我找個時間開啟 只會把他完整的說明 我不會躲避的 黃珊珊現在你有跟她討論過 要不要辭立委的問題嗎 知道你沒有管錢 是我們大家都曉得 但是還是有政治責任嘛 這一段時間先讓他 把這件事情全部做完 做完以後我們黨內在討論說 下一步要怎麼做 柯文哲難道忘記自己曾經講過 下屬犯罪一定長官不會不知道 一定是來自長官的縱容 所以現在 你的下屬兼50年的老同學 犯了錯誤難道你不知道嗎 所以不要再推卸責任了 現在大家問你的是說 柯文哲 你過去標榜的 財政紀律 你過去標榜的清廉情政 你過去標榜的公開透明 為什麼在這一次的這樣的風波裡面 發現你根本完全經不起檢驗 既不清廉也不透明 更沒有財政紀律 然後遇到事情就完全往下推 所以這是大家對你最大的疑問 不要再推卸給李文中 現在大家投票不是投給李文中 是投給你柯文哲 柯文哲你告訴大家 你科學理性務實 結果你連記帳都記得亂七八糟 哪裡來的科學 你犯錯之後 沒有辦法趕快找到問題 反而一推256 把所有的責任往外推 要不推給端木正 要不推給李文中 這就是你所謂的理性嗎 所以小草現在紛紛要變成科黑了嗎 像是科粉護理師張喬宇 就怒檢黨員 黨員證 宣布退黨了 他也炮轟了戰狼夫妻和高層 都是領高薪的飯桶 另一位鐵粉志工大媽 還PO文說 夢到好多人在分錢 疑似假作夢真爆料 現在前立委蔡壁如就感嘆 自己好像變成了張老師專線 天天忙著安撫基層 別衝動 但是面對近期的政治現金爭議 柯文哲認為 這些都是被惡意攻擊 嚴厲檢視 還說真的要來比帳目 絕對比藍綠乾淨 其實三大汗也是一樣 你每天講三大汗 講到好像我都快要去坐牢了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現身自家節目 談到近期爭議 坦誠錯誤 但偏要再把藍綠扯進來 真的要比帳戶 我們絕對比國民兩黨乾淨勾的 這是廢話 天下烏鴉一般黑 柯文哲又用這一招 但小草買單嗎 怒檢黨員陣 還把黨員姓柔城紙團 扔在黨部門口 柯粉護理師張曉瑜宣布退黨 聲明痛批 操盤這些失敗爛決策的 都是領高薪的飯桶 更開戰陳志涵夫妻被打臉 還一直狡辯 好像不講話會死 看到現在黨中央都是這種咖 真的心很累 另一名柯粉志工大媽老司機朱惠榮 更在臉書上感嘆 最近頗有世人不明的低潮心情 還夢到有人在找錢藏錢 有人在分錢 夢中有更多人告訴我 錢早就分好了 難道是假作夢真爆料 前立委蔡壁如感嘆 現在自己就像張老師專線一樣 不斷安撫基層冷靜下來 不過被問到有沒有打電話關係 柯文哲 蔡壁如說他們不來這套 沒有我們兩個不吃這一套的 不要再去給他添亂 但小草變韭菜嗎 民眾黨再被爆料 YT頻道民眾之聲 斗內錢疑似進了木可公司 那這些錢到底是去哪裡 我覺得這個應該要給小草一些交代 今天許甫如果要任何的反駁 他很簡單 他跟YouTube怎麼請款 他只要把他的憑證的單據拿出來 但是這只是一個概念一個發想 行止於在閒聊的期間 後來請教過律師之後 認為有釋法性的問題 所以一直沒有做這樣的處置 也跟主管機關請教之後的釋法性 如果都可以的話 那我們會跟外界做一個完整的報告 民眾黨坦承 內部確實在閒聊中提到 是否可請木可來協助 但有觸罰疑慮因此暫緩 但這聽在小草耳中 不知作何感想 記者劉仕偉 對 蔡平安特別常有報導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復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Royal Care